我 闭嘴 这里人多 你要不想让你妈丢脸的话 你就补持自然一点 别自己把什么事都给抖出来 保折一下 是不是 这就是 别在这儿嚷了 厂长 总公司欠我们的钱 你打过来 你花数这么多 说不话的根儿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能绑架吗 能软禁吗 那只好把 易总上证贵宾 好好招待一下不就好了吗 只要易总在咱们省上 还怕他们不乖乖打款 老厂长 你这个法子 哎呀 太蠢了 哎呀 怎么有 我 我是说 热搜门的孕吐简 我发群里 我发群里 你们也看看 他 这 这不是西施的门吗 还真是佳心啊 她不是没结婚吗 怎么还怀孕啊 这就是陈嘉敬老家呀 这就是陈嘉敬老家呀 嘉敬 你老实交代啊 不许撒谎 你妈这屁 那是有绝活的 妈 不错了 要打要骂 随便你吧 嘉敬 卡刷包着尸体碗中了是不是 那你也不能下跪呀 你知道错就好了 不就是欠了点钱吗 我们 我们一起想办法就完了 是不是 欠你 就是 咱们一起想办法 一一 嘉敬知道错了 来来来 坐坐坐 贵了一点钱 又带我妈 至于吗 谁让我是你妈呢 我还有点棺材本 你先拿去还钱吧 但是你得告诉我 你那钱花在哪儿了 原来妈还不知道我怀孕的事 你愣着干吗呀 我谢谢你妈 谢谢妈 我 我以后一定小心谨顺 再也不回头刷卡了 行了行了 原谅卡了 原谅卡了 西施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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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嘉敬 孕 孕吐了 你说什么孕吐 就是 怀孕 吐了 而且被人拍下来 传到网上 现在传你早的都 都知道了 你 你在呢 你 你怀孕了 妈 对不起 妈 陈驾欣啊 你长本事了啊 交了男朋友不跟我说 居然直接怀孕了 我怎么杀出你家的女儿啊 她怀孕了她 你别打她 我多看 你 你好好的谈恋爱 我是生孩子不行吗 你怎么这么会给自己找窥吃啊 对不起 我错了 佳琪 那男人呢 他把你肚子捣蛋 他把你肚子捣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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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其实也怪不了他 不是才不想打扰他的生活 这孩子我会自己看着处理呢吗 你自己处理 你想怎么处理 都这个时候了 陈佳琪你还在护着他 怎么那么好欺负 你能有点你妈我的样子吗 谁会保护你自己 你说 那个男人是谁 你说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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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孩子的爸爸 你有什么关系 你快走啊 我走什么走啊 我 小子 你来了就别想回去 我本来还怕找不到你 现在你自己上门了 我告诉你 陈嘉欣好欺负 他妈可不 你说 你想怎么负责 说 说 身为上市公司的首席 以由亚洲自由影响力的企业家 面对商业上的危机 我可以冷静在脑中推演出 至少三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但是此刻 就算我再冷静了 我也只能回答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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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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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他 你马上给你撑腰呢 虽然我也希望他们俩 能够一起面对这个孩子的事情 不能让人家一个女孩子来承担 不过珍珠奶奶 您对自己的孙子下手可珍重啊 犯错要受罚 挨打要站好 要不是你提醒我呢 那个臭小子已经上了飞机 和我那孙媳妇去巴哈马办离婚了 我一直没懂啊 您怎么能料定 证人一定不会把文件准时送达 要是证人一个人办这个事 他肯定能完成 可是旁边还有个秀灵啊 你敢喊了我几十年妈的人 他那个爱显辈的心态 我还不了解啊 不管什么事 他一插手 肯定搞砸 算算时间 跟姓的心应该已经在工厂 让他处于那边的事 结了婚 就别想离 以上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 真的吗 他说的是全部的事实吗 其实 他 还有些事没说 不是 我还有什么 你 走啊 你还有事没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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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急事在帮我 他 他帮我教训之前那个渣纳前男友 他还帮我在同事面前出气 他在帮我 在帮我 对对对 阿姨 我真的不是故意占价薪便宜的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都可以 好好谈 这就是你 今天来我们家的目的 是 紫禅 姨 姨 坐在身 好 喂 姨 别管 坐开 这小子 一看就油嘴滑舌 找我谈 八成早就想好怎么骗我了吧 我告诉你 我才不会上那个当呢 我要直接找你家长谈 我 姨 我找个手机了 我给你家长谈 八开他眼睛呢 八开他眼睛呢 开开开 我开开开 不行啊 中小联系人 奶奶 不能奶奶 那不是我奶奶 那是我助理 她长得像我奶奶 我就存了个奶奶 别这样 不是 我奶奶在游泳呢 你打电话她也接不到 别这样 我奶奶不管事 你跟我奶奶打解决不了问题 你跟我 来电话了 朱翼啊 朱翼啊 喂 你 你 孙子占了我女儿的便宜 让她怀孕了 你们打算怎么办 金家母啊 好不容易给你偷上电话了 朱翼现在 在你们家 是不是金家母还不知道呢 得看你们怎么负责 都上热搜了 当然负责呀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那 那你把地址发来 我明天一早就到岛上 去和你们见面 明天见喽 未来亲家母 原来我孙媳妇 也是花鸟岛上的人 本来只想阻止他们离婚 这下倒好 干脆明天 直接把婚礼给办了 好了 可是新 如果现在在他们家 那 工厂内边是什么情况 小姐们 说句实话 这几百万对我们公司来讲 就是一个零头 大家说一个零头有什么好关系 对不对 既然是零头 为什么投这么久 他们说 哎呦我 不是 可你不懂了吧 你不懂了 我给你说一说 这个有钱人的钱是怎么来的 他是 一点一点省出来的 那他要是花钱大手大脚 公司早就倒闭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千万别再带一些钱的事了 那今天是我们董事长亲自批的车 这个钱一定很快打起来 大家放松啊 放松啊 放松好不好 各位 我说什么来 千万别再担心钱的事了 兄弟们啊 听我一句劝你的 首款都来了 尾款还会远吗 看 董事长 董事长亲自打电话来关心了 看到没有 接个电话 接个电话 喂 你现在是工厂对吧 我亲董事长 你总想把钱打过来了 我擦着没难为死在这儿 我是用我私人账户拨过去的 你跟贾长讲讲 明天呢 我会亲自到岛上和大家见面 您亲自过来 出什么事了 喜事 反正又都是一家人了 是应该多走动走动的 请你辛苦你了 老丁 喂 一家人